各位好 歡迎收看今集Vlog Mike 今天看到我們的設定有點特別 也看到這部Legos Land Rover Discovery 不是Defender 才跟我們今天說說車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這部車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買Legos廣告 今天說的故事是非常之急 也令我們很煩和困擾 其實事情是很簡單的 不過背後有很多操作 大家可能要去認識一下 事件發生是二月的一個早上 那時候就做新聞室或者做新聞 如火如荼的階段 正當埋頭虎幹的時候 就收到鄰居就通過Tenicom 就是叫上來 然後他說什麼 Chris 你的車被撞壞了 你下樓看看好一點 我就意話不說衝下去 那時候還要是很大雨 下樓查看 這個鄰居K就跟我一起鬧 或者對於這個屋苑的管理 是有所不滿和慎下的 但是當然你說罵完一陣 是無保於事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應該找哪個Party 找管理公司先 找那個攝氏人先 還是報警先 你整理一陣的情緒 要想一下要先做哪一步 鄰居就說 其實你都可以問一問 那個管理公司 但是之後我就跟業主談談 他就說原來這個地方 管理公司就未必能夠處理得到 首先就偵探上身 因為牽涉到這些交通意外 就一定是想抽出原兇 將這個兇徒成之於法 看完我自己的車椅子之後 就發現是沒有這個足夠的確鑿證據 就指控那個攝氏我懷疑的相關Party 好像報警都沒有用 但是是一定要報警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claim你本身的車保險的話 有報案的話就叫做打定底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保險公司也覺得你的claiming 是比較genuine一些 比較真實一些 同時間 報警後你要向保險公司備案 你也要提供更多的助證 所以所謂環境證供非常重要 剛才我開始說 你一定要拍照 你落到現場的樣子先拍照 不會動任何東西 所以有案發現場 周圍的環境 在那一刻就拍照 那報警是否打999 報警打999就是一直大家的概念 但是在英國遇到這些事件 999絕對不是你的首要的選擇 因為打了999之後 其實他也會提供你 你有沒有人命的傷亡 有沒有重大的要求救護車 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而倫敦警察廳就開了一條專門 報交通事故的網絡連結 然後就要填寫很多資料 大概整個過程都要20分鐘 寫什麼呢 案發地點 事發的經過是怎樣 以及你要上載所有的照片 環境證供 如果你的車是爛了 怎樣爛發 如果是牽涉到一個行駛中的意外 就應該拍對方的車 但是我這個案子因為沒有 我純粹就是拍下了車 沒有人在裡面 但是有第三方 就是撞爛了我的車 所以就只有我的車爛了的這些照片 你要做些什麼呢 你要去描述你的車受損的情況 你覺得可能懷疑的狀態是怎樣 另外就是他會問你 你知不知道可能涉事一方的資料 包括那個車牌 那個人有沒有住址 那個名字是怎樣的 但是如果沒有也沒辦法 純粹就繼續去 總之你知道什麼 就告訴警方 就像我這個案子一樣 又不知道哪一個行駛 但是又寫了那個警察 懷疑的人 如果你之後再找到更多的證據 譬如說其他車有拍到車鏡 你就可能再補交更多的資料給他 都可以 報完案之後會獲得什麼呢 一個電郵 警方給你的名字 然後你就可以向保險公司避案 在避案的時候 其實也有問你有沒有報案 如果有報案 就把保險公司還給你的名字 那程序其實跟報警差不多 也要上載照片 形容所有事件之類 所以算是直接 也算是簡單的程序 你以為是直接和簡單嗎 其實都以為是的 誰知道保險公司有很多垃圾 在英國面對服務的時候 都有類似的情況 報完保險之後 他就問你要不要這個保險公司 計算給你一個可能性的方案 你接不接受呢 我就在那裡看看 究竟我不如找其他的維修公司 報價先 誰知道我第二天再去保險公司的網 看看我要claim是怎樣的環境 誰知道closure file 是無緣無故被人closure file 我是什麼都沒有抉擇的 但是被人closure file 然後立即打電話跟進 再確認箭底費是怎樣 還有是否有cournessy card的跟進 安排 並且要等維修公司的聯絡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箭底費是什麼呢 在英國買車保的時候 一般都可以買全保的 就是comprehensive保險 而多數都會有一個箭底費 所謂箭底費就是 你要自己銀河包的那筆錢 也是受保人向保險公司索償的時候 需要自己付的那個費用 但是買車保的時候 有兩個數要去關注一下 就是可以自訂一個voluntary的箭底費 就是自願箭底費 當然箭底費越高的話 你的保費就會越便宜 而我自己的保險 就選了那間公司 叫做 Admiral Group Admiral的車保 而意外索償的部分 即事故索償的部分 compulsory的excess 即compulsory的箭底費 就是425磅 而voluntary自己選的部分 就是350磅 其實現在看看 都算高的 整個箭底費加起來 是775磅 那話就說箭底費高 照道你車保保費應該便宜了 但是我們的車保保費 比去年都加了不少 車保這個部分 我們都很關注 其實近年車保的保費貴 都不是新聞 大家選車保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所需的保險範圍 但是為什麼車保險的費用會高了那麼多呢? 公司說維修的費用高了 所以你的保費就增加了 保費貴有什麼對策呢? 可以透過GoCompare的網站 去買車保 不幸需要索償的時候 公司便會允許250磅的借底費給你 都算是幫保一下 如果你真的需要這個claim 但是我們這次沒有受惠 因為我們買的時候 並是在這個網上購買的 那道保鏈公司指定的車行 就周旋了幾天 他們終於也有師傅拖車走 其實兩位師傅在樓下跟我說的時候 都有點保留 因為他們說自己是負責運送車走 公司也叫他們說 不要讓車主有什麼計算 或者錯誤的盤算 錯誤的預期 所以不肯透露多少錢 也不肯透露什麼時候做好 那要做什麼呢? 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等電話 同時間你會覺得 合理地去想 你拿了我的車 同時有包含C卡 那就是同步 就會有車給你了 如果不是C卡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這樣想 就太天真了 我也是說 英國的服務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就是要做什麼? 繼續等電話 好了 那C卡的公司 就說 準備好車給你用 那我們就很開心 可以馬上去拿車 去用我們的用途 不過剛才說的指定維修公司 Steer 原來是報錯給C卡公司 Enterprise 是一輛棍波車 所以他就預備了一輛棍波車給我 問我行不行 那我當然行 因為我是開棍波車 也有棍波車牌的 本身 但是Villa 作為一個自動波車牌的人 是不可能發生到的 就是他駕不到的 是不是? 那 即是不可以 即是不行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我自己 去打電話 被Steer說回 要確認他們報錯了 那我就再要去打給Enterprise 就說他已經確認了他們錯了 整件事是不是很不合理呢? 是瘋狂的 就是不知為何要我去做這些工作 好像我變成一個公司 好了 其實搞多了一天 終於可以去拿一部C卡 LINK CURLESSY CALL 也要測清楚 是否完好無損 最好就拍影片 避免口同被咬 今天這麼好 我們去拿車 不習慣 因為電車 又要轉為PATROCAR 整個操作很不一樣 因為平時我自己的車 這部車呢 踩BREAK是需要踩BREAK的嘛 TAKE THE EXIT COUTHY ROAD THEN AFTER 250 YARDS THERE LEFT A106 大家呢 你看這些相機位 要自己踩 平時可以放鬆有滑 他有試駕 那這部車不是我 當然是輕鬆一點 心情就 現在純粹是繞一個圈 試試他的手感而已 我還在努力中 豬腸 這些東西要割的了 豬腸這些就 完全影響這個駕駛表現 何時才能割到豬腸呢 不如這個彎試一下 應該可以再後多一點 因為現在才這樣 再多一點 OK 鎖匙 OK 剛剛去完 這個叫做ENTERPRISE的租車公司 就拿了這部CURTESY CAR 其實整件事是很轉折的 也都不是那麼順利 保險公司幫我們安排完 絕對不是 今天是打了10個電話 才可以安排到整件事完成 去到新聞室做完之後 才告訴我 有車子拿了 所以是一件很累的事 來的 在英國做所有服務的事 都不是那麼簡單 最後就有一部灰色 有一部紅色 選擇 我選擇紅色 真的比較鎖匙 誰都知道這部CURTESY CAR 今天就是早上 這個STEER 即是那間BODY SHOP公司 就拿走我的車 去整 去到艾曼之前 就收到一個訊息 說 他們收到這部車 現在是在猜價 以及會訂購維修的部件 今天 一天搞定了 拿車 以及收到CURTESY CAR 算是這樣的了 真的 大約四天之後 STEER就打電話給我 就說 你的車整好了 我們就滿心滿氣 不過 又有不過 他就說 他們不夠人手 不夠駕駛員 就沒有人去駕駛車回來給你 還要問什麼 還要問我可不可以自己去Trimford 自己駕駛車回來 那當然不行 沒有人去駕駛我這個 去Trimford的這個CURTS 如果你說 叫一部UBER給我 我去到那裡再駕駛回來 也算是有個補償 但是我都要花一兩個小時 去駕駛車回來 對吧 那這個完全不合理 而且就是我要花多一日錢 去給CURTESY CAR的費用 所以周旋了一段 跟STEER說清楚這個情況之後 第二天早上 終於安排到 師傅去駕駛車給我 剛剛底部 由STEER 就是專人運送一輛車 下來 現在呢 職員就拍照做記錄 好了 那維修費多少錢呢 STEER的人仍然未能跟我說 他也是那句 我只是負責運輛車來的 只是說我們負責的部分 就是佔底費的775磅 其他就是保險公司負責 還說保險公司關卡的時候 應該會交代給你了 然後呢 我們就去還一部CURTESY CAR 即為免過了時間 就要多給一天錢 那現在我們的車是新的一樣 我們剛剛才還原我們那部CURTESY CAR 那現在就去做一些事情 誰知天降這個冰霜 不會有打大玻璃 現在窗邊全部都在冰積聚 整件事叫做那段落 冰霜落後都沒有訂爛車 慶幸就是什麼呢 由始至終整個意外都沒有人受傷 至於整個情況 這件事會不會令到我的汽車的NCB 會受到影響 要扣減這樣呢 那就要等保險公司定奪 現在是沒有一個正式的closed file 所以是沒有最終的答案 但是保險公司曾經我在口頭上 他就說因為這個不是你的責任 所以就不會影響到NCB 那這次這件事 你有沒有吸取什麼經驗呢 經驗呢 經驗呢 經驗就是英國駕駛 不是說自己小心就可以的 即是你的車就算不是在走 我好像這個CASE拍在下面 都會飛來橫禍的 還要你是沒有仇報 你不能夠指控任何一方 去完全賠償給你 所以保險不多不少都叫做幫保一下 但是其實就算保險 最後我們也有損失 要自己付錢 但是整件事的教訓就是 你要認清自己的角色 你要做什麼 三部曲最簡單的就是 拍照報警 再向保險公司備案 所以這件事就希望分享給大家 然後也希望大家 人車平安 好了 今集Vlog Mike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